近年在地服务延伸及服务据点拓增 华联佳福中心对于载运物资的小货车需求也增加了 国际佛轮3522地区台北市中校佛轮社串联其他五个佛轮 真正全新的小货车举办了监测仪式 由华联佳福务委会主委肖雄章代表接受 希望可以让家庭需要的物资及时送达 华联佳福在地深耕近56年 随着在地服务延伸及服务据点拓增 对于载运物资的小货车需求也跟着增加 关键时刻国际佛轮3522地区总监业载程 台北市中校佛轮社社长陈文彦 串联其他五个佛轮挺身而出 23日上午举办行动传爱爱无距离捐车仪式 好像是90都是山区的路行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运送物资呢 接送小孩子非常之不方便 大货车可能更加不方便来运送 所以我们特别自证的这个小货车呢 来接送小孩子 还有运送这个物资 我们这次非常谢谢国际佛轮商务22地区 然后还有我们的主办社协办社 有总共五个的中校佛轮社 东区中信中美中城等等的支持 那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目击的是 是一部的服务专车货车 那我们这部货车主要会用在我们花莲的13乡镇 服务1800多户的家庭 希望用透过货车把我们所捐赠民众捐赠的物资 然后可以及时的送到我们所有的服务的家庭手中 包含花莲市长魏家贤 花莲家福福佑委员会主委肖雄章等人都特别出席 并由肖雄章带为受赠 表示近日花莲地震 为玉里浊西及腹里带来不小影响 有了这一台车 希望能够让家庭需要的物品可以更及时送达 未来办理活动及社工出外访式 对孩子与家庭而言 都会是一台满在爱与祝福的专车 记得讲方言 花莲市报道 还好 了 还好